干大臭送着技能 业余职业中卫最大差距在哪 如何提高 职业中卫 就是一个很好的中卫 他的第一选择 就是他最看重的 其实不是盯人 也不是压迫 也不是回回追 也不是投球 一个好中卫 他第一选 他的最好的地方 一定是什么 知道吗兄弟们 我考验一下大家 一个最好的中卫 就是一个极为好的中卫 他最重要的是什么 对有人说对了 延缓不对 延缓是防守的一种 选位 对 选位是对的 选位是对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说一个好的中卫 最重要的是选位呢 因为呢 后防线最厉害的武器 不是一对一防守 也不是夹击 后防线最厉害的武器 什么呢 是越位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我这个意思 就是后防线 能限制进攻球员 最无敌的武器 最作弊的 属于赖的 就是越位 那么如果说你一个中卫 选位好 你只会只能后防线 在你作为最后防线的情况下 你如果把这条后防线 往上一推 往后一弄 你用造越位的方式 就能够解决很多的 这个 这个危险 那么如果说你的位置 选位好 你会就逼迫前锋 绕八字给你跑 那前锋他就最起码要逗好两步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在有着很好的速度 在有着很好的身体 那么你就会占尽优势 你比如当年我跟意大利的那个国家队 经国家队的一个后卫对抗 那个后卫叫帕奎塔 叫帕奎塔 我跟他一起踢球 我就玩不过他 为什么呢 他都三十五六岁 三十七八岁了 头发都凸了 帕奎塔的头发都已经凸了 都凸了 什么叫凸了 就是已经是到那种 就是吸收几根毛 吸收的几根毛的这个情况下了 吸收的这个几根毛的情况下了 就帕奎塔 我跟他一起踢球 我跟他比赛 他永永远远就让我恶心 就踢了就踢了让我恶心 就是我只要我只要帕奎塔 帕奎塔 不要帕奎塔 帕奎塔 就是我叫帕奎塔 口误 就是那个意大利叫帕奎塔 他就说呢 我向前 他向回 我向回 他向前 他永远远呢 就是牵着我走 他作为后卫 永远远远他的位置 就是当他觉得我在前场 要威胁他 威胁到他的身后的时候 他马上把阵容前提 他一前提 我就得回 我就得出来 因为我不出来就跃位 我一出来 马上他一收 他跟我时间就产生距离 球一拿过来 他马上挪到他脚下 所以说选位这个东西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 选位这个准备长 一个好的中国卫 选位才在他 职业跟业余之间的最重要一个区别 你真正牛逼的 不用跑 但他没有办法 然后我们下期帮助 不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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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